第八十六集 刘燕暗自失笑,轻轻抬起木卓华的脑袋,将她打横抱起,走向床边。 小姑娘嘴上会哄人,口口声声说喜欢她,却到底还是年纪小了点,不知道无心疗人才最为致命。 刘燕将她放在柔软的榻上,为她脱去鞋袜,露出银润的小脚,不由得呼吸一致。 那日在城外遇袭,她也曾这样照顾过她,只是此时的心境和那时似乎已然大有不同。 她此刻是难以纯粹地将她当成一个孩子了,毕竟她对一个孩子是不会有朝思暮想,心神失守的感觉的。 刘燕叹了口气,为她也好背脚,看着她沉睡的侧脸,轻轻说了一句。 以后,可别在旁人面前喝醉了。 第二日,慕州华醒来,回想了半场昨天发生的事。 她和柔家公主说过的话,倒是都记得。 可是回来之后呢,她脑海中闪过刘燕的脸,从郭俊丽口中得知,刘燕来找了她。 本来说要留下吃晚饭的,后来不知怎么回事,人走了。 郭俊丽回来时,只看到慕卓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 一只脚丫护出了床檐,慕卓华揉着脑袋想了半天,脑海中画面拼拼凑凑,虽想不起来自己说了哪些话,但她大概可以肯定自己没得罪刘燕。 因为有件很重要的事,她记得很清楚,刘燕说要给她升官。 这种事是不可能轻易忘掉的,连带着就把接待北梁使团的事儿也想起来了。 事关虔诚,慕卓华不敢怠慢,洗漱完毕便跑到刘燕的跟前。 慕卓华来得比刘燕预想得早,看着衣冠端正,一本正经跪在下方的慕卓华,刘燕忍不住板起脸来逗她。 你跪下做什么? 慕卓华恭恭敬敬地,下官酒后失探,冒犯了王爷,特来向王爷赔罪,流眼淡淡点头。 哪位你还记得? 慕卓华仰起脸,一脸的真诚。 下官对王爷可谓是一片坦诚,是胆忠心,死心塌地。 王爷念在这点上,想必是不会怪我的。 慕卓华又笑嘻嘻地。 接待使臣这样的大事,王爷不带李帆寺的老人去提拔下官,难道不是偏心爱护吗? 下官体会到王爷的良苦用心,定然全力以赴,不叫王爷失望。 他还是想错了慕卓华,谁能想到,这人清醒的时候竟比喝醉了酒还厚脸皮,还能胡说八道。 谄媚之词信手拈来,竟一点不会脸红。 他若不看着管着,这来日必是一个大禅臣。 刘衍重重放下手中的茶杯,鼓作淡漠地说道。 你今日先学习北梁的常用文字,一阴误事,本王已经给你准备好了,就在隔壁房间。 上午寄出一百字,下午本王来考考你。 刘衍说罢,便起身出了门。 慕卓华赶紧站起身来,跟了几步。 下官警戒,王爷慢走。 今日是夏至,刘衍还要去宫中请安,然后参加公宴,想必要午后才能回来。 慕卓华本想着这是个挖树的机会,但站在门口一看,便看到守在院子门口的植墨,也只能打消了这份心思。 慕卓华陪着笑,打招呼。 植墨小哥,今日不用跟王爷进宫吗? 今日执剑保护王爷。 执墨沉默寡言,执剑却是凶神恶煞,这么一比较,还是执墨可爱一点。 如今刘衍住的这座宅子,占地不小,但显然并不常住,房子里连下人也不见一个,刘衍也只是在有药池的这个院子歇脚。 慕卓华猜测,刘衍就是为了这个药池,才买下这座宅子。 那个药池他观察过了,是整个凿在地里的,没办法移走。 刘衍想要借助药池催发药力,就只能御尊降贵来这院子里住了。 为了方便慕卓华学习北梁文,刘衍让执墨在院子里另收拾了一个房间。 慕卓华一走进去,就看到里面堆满了书,他随意地翻了几本,发现里面还摆放了不少北梁的历史丰物的资料。 刘衍与北梁打了近十年,对北梁的了解确实少有人能及。 慕卓华逛了一圈,收敛了心神回到位子上。 当务之急,还是先学好北梁文,应付十日后的北梁使团了。 前往皇宫的马车上,刘衍静静听着执剑的汇报。 那座宅子的主人三十年内来一共换过七人,王爷吩咐仔细查二十年前的记录,属下查过。 前十年换过三个主人,嫌疑最大的便是第二人,户主名为傅圣儒。 执剑地上一张薄薄的纸,上面写满了傅圣儒的信息。 傅圣儒是二十八年前搬进去的,他是当时民间寄居声望的神医, 也有人说他是怪异,他最喜欢研制新药,倾家荡产地购买名贵药材做实验。 因此虽然是个名医,却负债累累。 最后受太医院辟邮,进太医院做事,因医术出众,被封为当时的太医院院首。